今天我们一下活动 看一下 士登记 他的杨语名字 杨语名字叫做 不设定 真的 他士登记 下雨天 还有这么多人排队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在西班牙的马德里 今天正式带大家来逛一下马德里这座城市 今天天气不太好 你看看这个天 等一下要下雨 是真的要下雨 我看了天气预报 大概到下午1点钟左右就会下雨了 没办法 走哪都下雨 带了雨伞放在背包里面 所以ok不怕 然后我第一站呢 从圣马赫修道院开始 为什么从这个修道院开始呢 因为这个修道院离我住的地方最近了 所以从这开始是最合适的 这个修道院呢 他也是马德里地区啊 最漂亮的一个修道院之一 所以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所以现在呢 我就准备过去了 ok let's go 从这边过去大概走个10分钟不到就可以 可以到了 今天星期六 我去看一下啊 有没有弥煞活动 有的话就正好去参加一下 如果没有就拉倒 西班牙的街区还是挺干净的啊 环境也挺不错的 就这个教堂了 现在真下雨了 你看地上 哈哈哈哈 可以赶紧让大家跑里边去 我看一下从哪进去啊 好像是从那边进去了 真的用弥煞活动 看一下 是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了一下里面应该在做礼拜了 然后那个有牧师应该神父吧 天主教应该神父啊 在里面在上面讲道 其实我不对这个不感兴趣 我对那个唱圣歌感兴趣 他们的那些圣歌还挺好听的 这个秋道院应该是新建的 我感觉从外墙上来看应该新建的 里面也是蛮新的 但是这个呢 就是马德里地区最漂亮的秋道院之一 所以还是非常有冷气的 然后呢 现在我们去参观一个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呢 是一个地铁的博物馆 这个地铁博物馆呢 也是需要预约 我预约的是12点半 只能预约到这个时间了 所以我现在赶紧去 我现在应该坐地铁过去了 要不然时间不敢趟 这是我的地铁卡 昨天买的 你可以看一下我购买的这个过程 选英语 然后选卡 然后选10次的卡 这个选 然后选这个 只有这个可以坐地铁和大巴 公交 然后这个就不是了 两个都不是 选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容易 然后卡的费用是2.5 然后这个费用是6.1 这是8.6 yes 要不要infoins 肯定要啊 拿c钱进去吧 我可不想付那个了 这个不行 这不行 只能用卡 哎呦 太好 这个 真的好奇 真的好奇 这 这 我可不想用卡 我可以有什么 我可以有什么 在这 我可以有什么 我可以有什么 出来了 然后票也出来了 哎呀 这票也出来了 卡费12.5票6 6.1这样的先进去 刷一下看一下 做这边 做这边做到这一站就做两段路 然后从这里转移 不知道是邀选二号险 我要看一下 往这边走 下去 结账的内部 应该是有地铁过来了 不知道是哪个方向 好 这边还有两分钟 应该是他们那边的 最后一分钟就到了 然后转移号线到这一站 应该也是两站路 到这一站 Vigalessia 这个旧的地铁 出来了 现在准备往博物馆走了 这个博物馆它其实也是一个地铁站 它是1919年的地铁站 属于西方人最早的地铁站之一 然后这个地铁站就把它保存下来了 现在作为一个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所以它称为零号站台 现在我们过去看一下 往这里走 还要走个五分钟就到了 好多人排队啊 还好预约了 现在下去 去博物馆的内部 这个博物馆是在地下 因为它以前就是个地铁站嘛 这是地铁站以前的相关介绍了 还有以前的照片 这个是以前的售票的柜台 然后这个是最早的地铁线 从这下去就可以坐地铁了 这个是地铁的过道 游客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就用那个导游来讲解啊 只不过都是用西语讲解的 主要介绍的是这个地铁的一些历史啊 还有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件 不过由于语速太快 其实我听的也是不是很懂 不过不影响参观了 听完了介绍呢 就跟着导游下到地铁的月台上面去 这里呢有点探险的感觉 哦 挺好玩的 到了下面之后呢 就会发现了 这里仍然是有地铁通行的 只不过呢在这一站是不会停 透过玻璃呢 我们可以看到地铁通过的场景 月台内也有一些那个介绍和图片了 这里导游会给大家讲解 但是呢游客呢 你可以自由的拍照 我发现了 这个地铁站内部居然有以前的广告呢 看来啊 马德里在以前他的商业活动还是挺发达的 很多游客就这样以那个地铁的线路为背景拍照 你看这就是以前的线路了 不过好像只有七个站 但是呢在19190这也是相当厉害的了 至少在那个时期我们中国很有地铁呢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是前辈里地铁站 这个是首发站 所以改成博物馆之后呢 就被称为零号站台 这墙壁上还贴了当年月台上的一些场景呢 这在当年看其实也是很高大上的 当有地铁经过的时候啊 可以和地铁上的人打招呼 很多人看到我们会感到惊讶 没有人会跟我们打招呼 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我出来了 这个博物馆真的值得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博物馆它是在地铁站的原址上修建的嘛 而且这个地铁站 它现在虽然是有地铁站的功能 但是它在站内是有地铁通过的 而且有地铁通过的时候 我们这些游客跟地铁上的人打招呼 他们有的人看到了也会跟我们打招呼 这个挺神奇的 而且啊 它这个站呢 因为 比较小嘛 就是真的 不符合现代地铁站的那种规格了 所以把它改成了这个博物馆 因为这个博物馆那成色的物品 都是1919年咯 1919年咯 历史真的非常永久了 现在呢 我就准备去西班牙广场看一下了 往前走 去前面坐堆铁去西班牙广场 啊 因为这个 离西班牙广场还是有点距离的 setting up in the front 如果你看现实 而且现在在下雨 这里坐到终点站 坐三站路 然后转三号线到这一站 Blaza de España 西班牙广场 走路了 这里就是西班牙广场了 这是马德里的东西 看一看 那在广场上有多少人 天气真的不好 还有这么多人 那天气好的话 那广场就更多了 广场中央是一个经验斗 经验斗像是喷球 这有围起来的 这有个石棍在这里 然后要进去了 然后从外围走了 在这个经验碑的后面可以看到两个铜像 这两个铜像就是塞瓦提斯的小说里面的人物 后面的那个人应该就是塞瓦提斯了 他的那个小说叫唐吉克德 这个男的就是唐吉克德 然后那个后面那个男的就是他的铜能 唐吉克德骑的是驴 他的铜能骑的是 唐吉克德骑的是马 他的铜能骑的是驴 所以唐吉克德给人的形象 他一直都是向前冲的形象 这得说一下唐吉克德是我们中国的翻译 是根据他的原文的名字来翻译 原文的名字叫 唐吉克德 这个他这个人的名字其实叫 吉克德 集克德 然后对写的意思呢 唐吉克德就是先生 就是先生 然后语诗说唐吉克德 但是这个先生语诗都是很早以前的 西班牙语用的 现在这个语诗不会唐吉克德 现在的先生语诗叫什么唐吉克德 因为已经对这两个词给替代了 就是以前是东亚 现在是神尤神尼朗 是这样的 神尤神尼朗这个词不常常用 就是你见到别人的时候 跟别人改叉的时候就可以用神尼的神尼朗 但是这两个词有点不一样 就是东和东亚他的后面是跟名字 就吉克德就是他的左能音的名字 然后神尤神尼朗他是跟姓 你会姓王 王先生的神尼朗 王女是神尼朗王 就这个样子 然后当于这个小说的作者 赛兰提斯 他也是个传奇的语诺 他出疑是在他死后才出疑的 死之前 一直是必欲不得志 是做什么 什么不成功 做什么什么不成功 就这样的 最后写了这本小说 然后才让他闻名语诗 如果你对这个作者感兴趣的话 可以查一下他的资料 真的很有趣 这个西班牙广场是马德里的 世中世末 广场的广场其实并不大 但是因为他的名字 就是西班牙 用了国家的名字 所以这个广场在马达里的地位就不一样 而且最后有很多高层建筑 不然你现在可以 这一点都不搞 但是这个在当时建的时候 都是高层建筑 这还有一个变形金刚呢 这是干嘛 还有黑猩猩 是黑猩猩还是黑熊 应该是黑猩猩 大概变形金刚 应该招了客人 然后我们现在往这边走 这就是车子走的 我们能走这边 从这边走 我们去看一个博物馆 跟埃及有关的博物馆 我们往前走 哎 这里是什么呀 这个多人 你在干嘛呀 啊 这都是主席公理的 什么呀 主席公理 OK 我们继续前进去德波神庙 有下轻语了 这个德波神庙啊 它其实是埃及阿斯万里区的一座神庙 但是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 它被拆毁了 然后在马达里这边重建了 我看网上的评论 就是这个不是西班牙抢来的 是埃及政府送给西班牙政府的 所以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免费的博物馆 可以免费参观 应该是从这个地方过去吧 我看一下啊 我往前面走走到上面去 这已经有好多人了 好多游客了 啊 从那里排队 对了 只要从那里排队 我过去看一下 下雨天还有这么多人排队 可见 这个什么 是多了人气 当地人对埃及文化 应该是富山感兴趣 没有那么多人排队的 他之所以这么慢了 是10个人一组 10个人一组才可以进去 近距离看一下这座神庙 这个应该是神道了 那个才是神庙 这明显是 毁坏了之后 然后把那个石块搬过来的 这会有人看出来 这后来摆放上去的 就从这个气壳度就会看出来 并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平 你看看 一开始放一批人进去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人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去 我一定不想等了 一次八个人 终于进来了 还象征性的发了一张参观券 入口处展示的是神庙墙壁上的一些壁画和介绍 这些都是墙壁上的图画哦 只不过是现在由于时间太久了 看的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仔细看看 和墙壁上的壁画是一样的 你看这一幅描绘的应该是国王给神献上贡品 神坐着 国王站着 这是墙壁上的原图了 然后这里就是神庙的内部了 是各个神殿 然后这个是通过投影仪投射的介绍 这个墙壁上应该是刻有文字的 不过现在都模糊了 这里的石块也是简单的堆放 并不是用那个粘合机粘合的 因为这个石块都挺平的 所以堆放是没问题的 怪不得你自己留取其他个人 因为空间真的太短了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没想到这么小的地方居然有二楼 这里展示的是以前神殿的模型 刚刚外面看到那个三个门 就这个样子 这里也有很多神庙毁坏后的石块 上面都刻有文字和图案 你看很多象形文字还有图案 这是神庙原子的样子了 然后这是当年拆卸和搬运神庙的场景 刚刚看到那个模型 这本来两边还有建筑的 现在只剩下这里面的最核心的这个门了 走到这里面好安静 外面还有这么多人排队 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挺值得来参观一下的 虽然排队的时间非常长 但是确实很值得来参观一下 这个建筑啊 你看我身后这个建筑 它从表面上看确实很小 但是你进去之后发现了 它居然还有两层 不过里面的空间确实是比较小了 所以分批进去也是没办法的 只能一小堆一小堆进去 行现在我们出去 感觉这雨下的停不下来了呀 因为博物馆在个山上 所以在这里呢可以看到马德里市区 你看看 这边的视野还不错呢 在这个公园的那个大树挺好的 可以让人在这里躲雨 那看一下 看一下马德里 还不错吧 真是挺漂亮的 不过这边也是有点乱了 我觉得最漂亮的还是巴黎 巴黎真的是很漂亮 规划的特别好 巴黎你在城市里面看 看不出来 你登上它的凯旋门 以凯旋门为中心 哎呀那个真的漂亮 不愧是欧洲城市的典范 马德里还行嘛 你看看这前面那一段 那一片 也算是挺漂亮的 周边的环境也很好 绿优的你看看 植被覆盖率还是挺高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公园 你看看这个公园也挺漂亮 是不是 我觉得这里挺好的 呃本来还有一个教堂 我想参观一下 但是现在这个天气呢 就算了吧 那今天也拍了这么多 也差不多够了 行 今天这件事情呢 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咱们下期见吧 拜拜